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早报 今天是2022年的6月3日 我是今日的主播Rubin OPEC Plus提高石油产量的速度高于预期 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严重破坏 OPEC及其产油国盟友同意在7月和8月将产量提高到超出预期的水平 OPEC Plus将在7月和8月增加64.8万桶每天的产量 该集团一直在缓慢的恢复 起在2020年4月从市场上撤出的近1000万桶每天的产量 美股上涨强劲的消费给予投资者信心 美股三大股指周四上涨 11个板块中有10个上涨 其中非必须消费品通信服务和新技术板块 涨逾2.4% 标普500指数涨1.8% 是4146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1.3% 是33248点 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2.7% 是12316点 标普500成分股中涨幅往前三名 分别为能源科技公司GNRC涨10.2% 新能源公司CDG涨10.2% 医疗器械公司DEXCOM涨9.8% 跌幅往前三名分别为 食品商HRL跌5.2% 云服务公司HPE跌5.2% 以及收入技术公司REGN跌4.3% 微软下调收益和收入预期因美元走强 微软下调了本季度的销售和收益指引 理由是美元走强造成的汇率影响 该公司预计本季度的销售额 将在519.4亿美元至527.4亿美元之间 低于此前预期的524亿至532亿美元 或许美股收益将在2024美元至2032美元之间 低于之前指导的美股2028美元至2035美元 美国5月份就业增长有所放缓 但公司增长仍很强劲 经济水价预期 5月份新增就业岗位32.8万个 较4月份减少10万个 这可能是新增就业岗位速度放缓的性态端 尽管如此 劳动力市场依旧强劲 他们估计工资将较4月份上涨0.4% 高昂的煤炭价格或导致更高的电费 电力需求的复苏和乌战争给供应带来的压力 煤炭的库存仍然保持在低位 截至周三 运往欧洲西北部的煤炭期货 今年以来价格上涨了137% 至每吨323.5美元 由澳大利亚一家出口机构制定的太平洋地区基准价格 今年已上涨于140% 电池巨头宁德时代陷入困境 这家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市值蒸发了近1000亿美元 高昂的原材料成本挤压了极利润率 分析师怀疑其增长速度能否延续 亚马逊将关闭中国Kindle商店 该公司称已经停止向第三方卖家提供Kindle电子阅读器 不过一些阅读器仍可以在亚马逊的京东网站上购买 在2023年6月30日电子书店商店关门后 中国的Kindle用户将不能再购买新书 就我们看大宗商品市场 煤油WTI的价格为117.47美元 涨1.91% 天然气8.44亿美元 跌2.94% 核原料釉49.25美元 涨1.65% 煤炭412.5美元 涨0.12% 黄金先870.3美元 涨1.34% 铜4.5595美元 涨5.3% 铁矿石142.2美元 涨5.07% 以下是今日新闻的信息来源 密房财富 智慧理财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 家业长青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对 好的 称赐